主播各位观众 520就职典礼告一段落了 可以看到现在表演团体跟宾客 都已经渐渐的离场 而在这一次官礼的名单当中 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亮点 其中包括了艺人贾勇杰 就默默的坐在台上 而且他还为了这个就职典礼 有特地制装 因为他平常的穿着打扮 比较休闲一点点 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是觉得 就是还蛮惊吓的 对于演出的会有点印象 比较深刻或是比较有感觉 我觉得有一段说到是 不管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还是台湾 就是全部都是代表我们 那我们就是希望 大家一起可以共好这样子 好可以看得出 姜杨杰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他也表示说 刚刚有默默的在旁边尖叫 另外他也提到说表演的部分 他其实对于三军仪队的部分 是最有感觉的 也提到他的爸爸 以前就曾经是仪队的一员 所以之前在国庆的时候 年轻时有表演 所以让他感触特别的深 他也表示说 今天的整个片段桥段 都是非常的好 也庆贺这个新任的 正副总统上任 未来能够继续为台湾加油 以上现场最近情形 先把时间交换棚内